早晨起床了,稍点开水喝一下 窗帘拉开,窗户也打开 昨天下午我们这儿来了两个邻居 两辆车,他们都在吃饭 穿着羽绒服坐在外面 外面有这么冷吗 房车里是20度 外面可能就是个 11、12度吧 洗漱了一下,现在我们去吃早餐 马上就要离开襄阳了 吃的早餐肯定是牛肉面了 关灯,走 赶着下班的点,吃一个牛肉面 我吃一个蒜 要不要 这个是青蒜,辣的好 吃完饭,现在我们继续把两辆车都开过去 搬家了 虽然现在下着雨,但是开工没有回头见 都搬了多一半了,继续搬吧 雨现在下的非常大了,我直接把房车开到巷子口上 赶紧搬一下 再遇到这个天 昨天 决定搬的时候 还是 天晴的 一开始搬就开始下雨啊 戴个帽子 影响视线 等一下啊,我倒个手 嗯,我摔到 我摔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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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才放进去的这是一箱眼镜盒 箱子比较大 先放在这 上面再拿下来几块板子放在上面 把眼镜盒保护一下 然后还有四个桌子腿需要架在上面 把桌子全部卸成散件 更好装一些 幸亏咱工具全 里边又塞进去两个大凳子 这下贯通座装的是满满的了 幸亏有这样大的一个贯通座 不然这么多的东西 想都不要想了 这个是雁光仪卡在副驾驶后边 然后给这个木箱子系上 安全带就算是固定一下 这有一个安全带卡扣 安全带调高一点 找个绳子吧 找绳子这儿系一下就稳固了 查几下边 这儿还有两包东西 我看后边还有一点余地 还能塞得下 我先拿出来 发现我这个房车真是太能装了 装了这么多 上面还能再塞一些东西 昨天和今天给我的房车里边装了很多的东西 但是呢都是装在我这辆车的室外出物空间里边 室内呢没有啥明显的变化 虽然是额头床上装了一些 但是呢还是不影响我们两个的正常生活啊 这就是房车既要有室内出物空间 慢慢玩 走 出发 小焦打头阵 走了 我们俩用的是组队导航 在手机上是可以看见对方的具体位置的 我这次给房车装了这么多的东西 又加满了水 感觉动力还是很强劲 这是我之前没有想到的 3.0的伊威克 这个动力真是不虚呀 不是高速啊 不是高速啊 是国道啊 316国道啊 那怎么还收费啊 前边不是要过汉江大桥了吗 就收费啊 会乔邀收费啊 我在这也纳闷呢 走着看嘛 好了我交费了啊 这样是国道桥欢迎您 麻烦把林斯坦支用一下 这不是国道吗 怎么还缴费啊 是的 我们这里是和国道桥收费在 你稍等 嗯 缴费5块钱 我已经过来了 现在是 小焦过收费站 小焦的车是也没有办ETC 还不能一块收 还要非要是一辆车一辆车收 不然我就给它 就已交掉了 现在我们到老河口市了 老河口也是属于向阳的一个 县级市 准备在这买点东西 对面就是个商场停车场 这个地方应该就是老河口的市中心吧 这还有一个大型超市 给房车上面多补给点菜 哎呦 我这个进不去啊 我这个没有牌子啊 我现在挂了啊 我现在挂了啊 你扫一下这个 扫一下门口的干嘛呢 要扫二维码进入 超市 超市在二楼啊 这是一个大超市 刚才小焦已经饿得不行了 买点面包 这个不能带进去吧 没事 去从一下 啥扫脸呢 扫脸 不用给票吗 对啊 过来扫脸 可以 那个可以 第一次玩 比向阳还仙境是吧 你现在是家里的后勤部长 买菜 买菜是你的事 我就不操心了 买点红牛背在车上 现在是一个人开车 太无聊了 防止打瞌睡 没有那种 一打一打的吧 我不喝 我不喝 我操心这个 可以 就拿一个嘛 买了一大包吃的 先拿回车上 放进冰箱里边 刚才看到超市对面 有一家卖水煎包的 晚上就吃水煎包了 喝不喝胡辣汤啊 喝 吃完饭 现在天还亮着 我们就准备再往前走一走 往前稍微走上 二三十公里 就是丹江口市了 准备在丹江口市找一个 住车地 住车吧 然后 住一晚 明天早晨再走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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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